中间两个点跟后面这个弯弯的勾 其实是马的尾巴 那三根 都一直是如此 我以为是他四只脚 对 我以为是他四只脚 对不是 很多人都这么看 但就我去学习的过程当中 我无意间把它的整个 那种像字形图 看清楚之后发现是这样 后面两个是尾巴 后面三个 注意的是三个 三个是蚂蚁吧 对 三个是马尾巴 第一 左边那个点 跟这个 左边的第二个点 就是马的前脚跟后脚 然后你说内部的两个点 他右边的是马的尾巴的左边 两个 然后还有右边还有一个 右边一个就是 长长的这个横折斜弯钩 就这个地方 这样很容易理解吧 嗯 就是说很多人问说 诶那我要怎么学传书 我还是不懂 其实这些就是其中的契机 你要自己去阅读 久了之后你才会明白 不尽的都能懂 可是你看我们如果有机会上这样的课 多听一听你就知道 诶原来是这样 还有点道理 局一就反三 你就回去可以找 其他的这种象形字跟凯树的关系 应该就可以迫及很多 我会是这样子 畜类旁通 好 OK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